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来去读耶稣的话 在这里耶稣说 不要为自己积占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摇 能朽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占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摇 不能朽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老陈他七十几岁 他仍然每天到垃圾厂里去捡回收的这个纸张 塑胶罐 然后拿到市政府的资源回收站去 去变卖 有一天老陈和一位收旧货的这个阿珠就发生了争执 为什么呢? 因为老陈就对阿珠心思问罪 他说那一堆纸箱跟那些纸盒是我昨天在放在这里的 准备今天拿去回收站去变卖 谁知道你竟然把他给偷走了 阿珠他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女儿和阿珠相依为命 母女呢他们居住在公园旁边的这个违章建筑的房子里面 生活呢全靠阿珠收这些旧货为生啊 那阿珠这个时候跟老陈呢吵了半天 最后还是拗不过老陈啊 所以他只好掏出五四块钱来陪老陈 你知道老陈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 各自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呢老大是建筑商 老陈跟他的老伴所住的这个公园呢 就是他的大儿子盖的 一住就住了十几年啊 那么老陈呢他还是要每天就出去捡破烂 老伴呢身体差了一点 所以老陈跟他的老伴生这个叫做生居捡出 两个人没有什么朋友的 每天呢没事了以后就就就手在电视机前面呢 就孤孤单单的过着他们的日子 儿女原本呢也常常回家探望他们的父母 但是看到父母住的公寓 每一个房间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捡来的这些破烂 有的是地毯有的是电脑电灯铁罐 桌椅等等 甚至这个时候这些破烂呢 传出了一些些的恶臭 渐渐的这些孩子啊 这个孙子孙女们都不回来了 老陈这个时候孤单寂寞 邻居阿猪也不再理老陈了 不久以后老陈生病死了 你知道儿子呢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就发现父亲原来有三四十张定存单 上发就上放在这个橱柜的各个不同的角落 你知道他加起来总共有一千多万元之多 有一些定存单呢 皱皱的藏在橱柜的一个角落 被其他的这个衣物遮盖 可能连老陈自己都忘了他有另外这样子的一个定存单 你知道老陈的太太她说老陈的节俭成信 每天菜钱只有五十块钱 但是总是向儿子们叫穷 叫儿子们寄给他生活费 他拿到了这些钱以后又拿到银行来去办理定存 所以那些定存单呢就是老陈收起来整个乌破烂一样了 偶尔有时候呢就是就会拿出来看 当做一种生活的乐趣了 那你知道救货成了老陈他的这个命运 也成了他选择人生的一个结果 朋友们眼中只有盯着钱的人生是可悲的 充其量也只是捡旧货的人生 节俭其实是美德 但是过度的节俭却是吝啬 乱花钱是浪费 但是不懂得花钱却是贫穷 故事里这个老陈呢 他一味的存钱 不是因为他懂得节俭 是因为他不懂得花钱 即使拥有千万的财富 也不晓得如何来花用 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很贫穷的人生 捡旧货的职业无关好坏 但是有钱人 老陈呢 他跟阿珠啊 贫护阿珠 斤斤计较 争执地盘 却让人没有办法沟通 缺乏爱心 无论从事任何职业 也得不到尊敬的 所以老陈对儿子们不断地索取 不需要用得到的金钱 其实也曝露出了他缺乏安全感 把钱看得太重 心灵必然空虚贫穷 那么其实拥有上千万的财产 已达到富有的标准 却仍然是最贫穷的富人 因此朋友们 金钱拥有多和拥有少 影响不到你生命的深度 但是呢 会用或者是不会用 却决定了你的生活的品质 也决定了你的人生价值 因此上帝的话 今天对我们说 不要为自己积占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会咬啊 能够朽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但是只要积占财宝在天上 天上呢 没有虫子会摇 也不会朽坏 也没有贼来去挖 来去偷 因为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良 愿者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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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